天下第一剑,湖北省博物馆镇万之宝,月王配剑,月王沟剑剑可谓几万千荣誉于一身,然而它此出土之日起,就带有诸多令世人不解的谜团。 1965年,湖北江陵在兴修水利工程时,发现了楚国古墓,考古专家共清理出土600多件器物,其中就有这柄月王沟剑剑,沟剑剑较为小巧,剑长只有55。7厘米,重875克,剑身有月王纠前,自炸用剑八个鸟转明文,剑顶处有11道铜行远,距离仅为0。 2毫米,即使与现代机床相比也毫不逊色,月王沟剑剑深埋地下2500多年,至今不锈不识,光亮锋利,一巨可滑破20多层纸,这其中的奥秘至今才被解开。 1977年,月王沟剑剑在上海接受了赤子X荧光无损检测,研究人员发现古剑的合金成分主要有铜、锡、铅、铅、铁、硫等,含锡量为16%到17%,是铸造青铜强度最高的成分,剑挤含铜量高,韧性好,剑韧含锡量高,硬度强,更为锋利,一把宝剑,不同部位有不同的金属配比。 这种业练技术领先西方国家近千年,2017年,湖北省博物馆又对月王沟剑剑,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检测,图,沟剑剑在500倍显微镜下照片,黄色部分为剑刃,像树枝的叫树枝精。 专家认为古剑千年不浮的原因有三,剑身选材合适,铅含量少,墓内密闭性好,剑鞘保护,对于月王剑出现在楚国古墓的原因,目前业界有两种猜测,陪价品,战利品,图,500倍显微镜下,月王沟剑剑的色菱形花纹。 此外,1983年,人们在黎沟剑建出土地三千米地方,发现了一件绝世青铜矛,吴王夫拆矛,在历史上,吴王夫拆与沟剑是一对生死冤家,他们的兵器葬得如此近,这个千古之谜,至今未解。